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钟恩泽 我们今天拿到了Redmi 刚刚发布的Redmi K30 因为5G版 Redmi是首发 但是开卖的时候还得等到1月份 所以说今天我们先看一看它的小弟 4G版 这次的外包装盒子非常简洁 首先正面就是一个Redmi K30 然后我们拿到的这个版本 叫做紫玉幻境 这里有两个使用的说明书 然后有一个透明的TPU手机套 紫色的版本 特意挑的紫色版本 紫色版本特别抢手 所以说大家能看到这个很不容易 心疼有一些老师 对不对 这拿到了蓝色和红色的版本 这次这款手机本身是支持27瓦的快充 我们看看插头 符不符合Redmi一向的定位 这回插头已经给到了27瓦 比较良心 这个紫色 可能有些同学低眼会觉得比较像Mate 30 Pro 对吧 我这个手里正好也有Mate 30 Pro 给大家看一下这两个颜色对比 还不太一样 Mate 30 Pro呢 它要更浅一些 而且大家 如果你使用过这款手机 你会发现 它其实是有一定渐变的 就是它这边是紫色 这边呢 其实是有一点偏绿色的渐变的 而我们现在手里的这个Redmi K30 它更像是一个紫色 然后这个位置有一个圆形的这样的设计 就都是虽然说后盖都是玻璃材质 但是呢 这个位置的材质和这个位置的质感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在看啊 这个位置更像是一个有一点点放大镜的感觉 从我自己上手来看 这个颜色很好看 侧面它是一个铝合金的边框 但是在这个边框上 也有一些些质感上的改变 就是中间是磨砂的边框 然后两边是进行了一个抛光 现在我们看K30这款手机啊 首先它搭载的是一个LCD的屏 然后它具有一个屏下双挖孔 再然后它还有一枚侧边的指纹试边按键 我相信很多同学就已经联想到上一周吧 荣耀刚刚发布的荣耀V30 Pro 这两款手机也是有一个LCD屏 也是有一个侧面指纹试边按键 我们现在呢 对这两款手机进行一个简单的对比啊 首先我们看尺寸上来看 V30 Pro好像要比Redmi K30要小一些矮一些啊 屏幕方面呢 由于两款手机都采用了LCD的屏 所以说底面边框呢 不会很窄啊 和我们现在熟悉的OLED屏幕相比呢 都算是比较宽的底面边框 从我自己的实际上来看呢 两个底面边框几乎相同吧 K30它的挖孔 也就是它的两枚前置镜头所占的体积 要比V30 Pro小了不少 但是也需要说明一下 就是V30 Pro呢 它的功能性上是要比K30更高一些的 它的两枚前置镜头呢 一枚是主镜头 另一枚是一个超广角 而K30呢 它的两枚前置镜头就是一个主镜头 还有一个人像模式虚化的一个辅助镜头 帮助去拍摄 带有前景深的这样一个照片效果 然后我们来说说这两枚指纹视频按键都在侧边 但是在使用的时候还有一些些差异 就K30这枚指纹视频按键呢 首先它的这个位置 大家看啊 其实要更向下一些 向下了不少 向下了可能这么高 更下来一些带来的一个使用感受呢 就是你在握持手机 正常握持手机的时候 几乎不用挪动拇指的位置 只要你轻触 就可以直接解锁 但是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在正常握持手机的时候 你也会碰到这个指纹视频按键 K30呢 它的这个产品设计逻辑呢 是你要解锁的时候 实际上是需要挪动一下手指位置的 向上挪一下 解锁之后呢 再退回来 因此你在正常握持手机的时候呢 你的拇指是不会碰到 这个指纹解锁按键的 优点就是你在握持的时候 是一个更统一的体验 但是不足呢 就是你需要解锁的时候 移动一下拇指 大家更喜欢这两款 哪个侧边指纹识别的设计呢 这次K30一直在发布会之前 没有曝光的一个 特别特别特别大的卖点 就是它的120赫兹刷新率 其实高刷新率这个技术之前 在OPPO一家这些手机上 已经出现过了 但是它们的是90赫兹 这一次也是继那两款游戏手机 ROG那两款游戏手机 和iPad Pro之后 这是第三款 支持120赫兹刷新率的智能手机 因此我们看 用这款手机来进行刷微博 这个微博的内容显示非常的流畅 我还没有实际的对这款手机的续航进行测试 因为如果你的刷新率上升 那么本身你的续航肯定是要受到损耗的 相当于你的屏幕检测 或者功耗要比平时上升 红米啊 Redmi Redmi也就这个部分进行了一个优化吧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会智能检测 调整你的屏幕显示的刷新率 如果你在浏览网页 它就会以120帧来进行实际的使用测试 如果你在玩游戏 比如说这个游戏最高就支持60帧或者90帧 那它就会以60帧或者90帧 去动态的调整这个刷新率 K30在配置上搭载的是高通骁龙730G处理器 我们拿到这款拥有8GB内存 以及256GB存储 如果是5G版本的话 它会搭载一个765G 那款芯片要比这款730G的性能部分 强悍了40%左右吧 电池方面呢 这款手机搭载了一块4500毫安时的电池 虽然说电池很大 但是我拿在手上呢 并没有特别沉的感觉 这款手机后置了四枚镜头 其中的主镜头是首发了索尼的MX686 也就是6400万像素的那个传感器 然后呢 还有一枚800万像素的超广角 有一枚200万像素的用来辅助对焦的那枚镜头 还有一枚200万像素的虚化镜头 我测试了一下Redmi K30的主镜头 这枚镜头可以拍摄6400万像素的照片 在日常拍照的大多数模式下 这枚镜头是通过像素合成 输出一张1600万像素的样张 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6400万像素 在日常拍摄的时候 你只需要在拍照界面选择 6400万像素的这个拍照模式 就可以直接进行拍照 拍照的速度会比普通拍照稍微慢一些 但是所拍摄的照片细节相当丰富 比如说我们看这张照片中的远处 小小山峰 在6400万像素还原之下 可以获得更高的解析力 比如这张湖泊 我们可以持续放大再放大 在湖泊远处看见一艘小船 船上有一个大哥 他自己不划船 就悠悠的指挥其他人 比如说这张烤火鸡鸡翅 鸡翅上的焦糖色泽 和午后的阳光照射 都被完整的还原在了亮张上 静态的火鸡不过瘾 导播我们把镜头切换到外景主持人 拿一张迪士尼的这个超级火鸡翅 售价是80 景区我觉得价格还好吧 手套都戴上 现在分业一些 这个就是迪士尼的火鸡翅 80块钱一个 我先尝尝啊 好甜 超级可乐火鸡翅 你看上 你就懂得懂得 吃这火鸡翅的时候 最主要好像自己变缩小了 变成一个小孩 玩鸡翅变特别特别大 我感觉我在这 就是一个火鸡翅的广告 我还是比较喜欢 我们国内的那个红烧的做法 短餐红烧火鸡翅 我们可以看到 小米目前在色彩调校上已经相当成熟了 这张照片的颜色显示的我非常满意 我对比了一下合成的1600万和6400万直出效果 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 在暗光的环境下 6400万像素这个模式 由于单位像素面积比较小 因此偶尔会出现色彩偏差的情况 同时由于夜间的光线比较暗 细节也会损失 所以说在弱光环境下 我不建议开启6400万 大家就直出1600万像素 反而能获得更好的样张效果 在1600万像素直出的模式下 K30整体表现不错 对于高光的压制 以及细节的还原 即使不开启夜景模式 你升拍也能获得很好的效果 当然了 在这个环节 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 摄影师对于拍照器材 强大的掌控能力 对不对 出色的取景 出色的构图 让我们的脑海中不禁闪过 一个一个影像大师的名字 不列泽 理查德阿维忠 赛希泽比顿 中山大道 这是我体验的第一款 Sony MX686的传感器 随着时间的推进 我相信小米也会不断的更新 对这枚传感器的算法优化 这枚传感器很可能成为 未来一段时间里 大量手机厂商的 主力拍照解决方案 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一下 总结一下 K30是一款符合定位的手机 首先它不是水桶机 它小米加入了一些 很差异化的卖点 同时它又不是旗舰机 所以说还需要给之后的 K30 Pro以及小米10 留有一定的空间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Redmi把控的 还算是比较精准的 比起4G版 其实我更期待 5G版芯片的性能和功耗控制 也很好奇 这两款手机的售价 最终会是多少 如果你已经知道答案了 不妨通过弹幕和评论告诉我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 大家给观众同心数码 以及搞机能距离的 公众微信账号 我是周恩泽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